周末中美呢 本来应该很早就发现了 按照中国的台语 中国是西 他跳过去 他就听了 每天每天 每天整个从早到晚都听了 二十九个台语 但是周末中美做的底下 一言不光 一个月过去他就是做这笔记 所以我们现在回顾起来 周总理在当时的外交场上 他这种高超的外交手段和智慧 很值得我们现在好好学一学 就是在国际的大舞台之上 没有绝对的意识形态的纷争 而是要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下 把握住谁是我们的朋友 谁是我们的敌人 怎么样在夹缝当中求生存 怎么样能够保证自己的和平发展 所以周恩来的外交艺术 值得我们今天好好地回顾 那么亚非会议万龙会议 这第一届是召开了 第二届就难产 为什么呢 因为美苏双方也对这个会议本身 想加自己的干涉 甚至也想积极地加入到亚非会议当中 所以苏美两个超级大国 对这会议本身都有利益诉求 这就使里边受两个大国影响的国家 产生的种种利益纷争 虽然确定了和平共处的原则 后来亚非会议的最后公共报里 确定了十项原则 包括经济合作 政治合作等等 但是会议之后 这个公报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施 双方定好了 说我接着来 哪届哪届会议我再召开 一直推迟到1965年 才要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 可是由于东道国 阿尔及利亚 政治出问题了 会议无限搁浅 一直隔了50年以后 到2005年 第二届亚非领党人会议才召开 今年2015年 是第三届亚非领党人会议 也就是说万龙会议确定的大原则大方向 一直对今天都有着积极作用 依然有着积极意 可是如果没有当年万龙会议确定这些方向 可能当时的亚非局面 依然会混乱无比 依然会在冷战的局势之下 很多地方出现错综复杂的矛盾 那么对于中国当时的百废待兴 要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 发展自己经济 肯定是不利的 那么时至今日我们看到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 其实也是当年万龙会议精神的一种延续 因为一带一路的核心 就是把亚非这些发展中国家 利用基础设施建设这一个机会 让各国家在经济上加强合作 如果说当年的会议呢 还有着浓厚的争夺国际话语权 国际政治话语权 尤其是反对单边主义 实行多边主义 实行不结盟运动 政治诉求大的话 那么今天的亚非领导人会议 他的经济诉求就很大了 包括我们前不久 说这些事情的亚同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一行 让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发展当中的 经济话语权进一步加大 也是要反对垄断主义 反对单边主义 反对霸权主义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一带一路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秉承着 60年前周恩来总理提出的 和平共同不相原则 只不过是从政治领域之内 恰当地延伸到了 以发展为主题的经济领域之内 所以我想这是万龙呼吁精神 永远还发挥着极其作用的 一个重要原因